各位好 白蕭蕭雄 我們來做一些點評 那我之前在群組講到 大概我會比較偏重這種進階版的 所以 至於你是剛剛開好相簿或者最近才畫的 我也會點一次 就是稍微點評一下 然後擺在比較後面 所以前面會比較偏重 我挑一兩位作品 它有明顯的進步的部分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我們就開始 這個是我們剛才今天早上講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暗面裡面的一個色彩 這個的 Altramarine 以及它的 Fellow Blue Altramarine跟Fellow Blue的混合使用 使得它這個地方的暗面 這一塊的暗面呢 它就會 形成一個立體的感覺 那它可以在進步的地方 這個 就是在這一個Lung的部分 這個 筆觸呢 它的Edge 它做得過於相近 那這個邊緣呢 它需要有一些透過去的 也就是所謂的空氣 讓它這裡有一些色彩 能夠再進來 有一些色彩出去 這樣的話 它就 石頭才不會好像是剪貼的 它就會是成為立體的 好 這是我們今天 在群組裡面講的 好 這個是我要 跟各位分享的重點 我們通常看到一張這樣的照片 這樣的照片 今天應該可以這麼畫 那你會第一個看到是什麼 看到所有的花 看到花瓶 那麼如果以你真正的 我們用藝術的 只有六個觀念來分析 我們看到一個 叫做明度可能過暗 所謂明度過暗 就是這一個大的面積的明度 它的 跟它量的比例 如果比起來 如果我只畫花的時候 我就這麼講好了 如果是只畫花 這樣的話呢 它的這個暗面可能過大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用別的方法來解決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 Edge 或者色彩 好 來 我們來看 Sindy怎麼做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它的這個 它的一個素描稿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素描稿 這個就是它這個最暗的部分 最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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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它在用明度的觀念裡面 在同一空間的這個明度裡面 它先去試著畫 我找出我對我視覺而言 跟我距離相同的空間的暗面 我要先放哪裡 那我們剛才講過 它這是一個明度過暗 所以它什麼 這樣的話 H 是不是就增加了它的強度 既然我們是用H 跟色彩 所以這邊的色彩它要變亮 這邊要變亮 這邊要變亮 好 來 我們來看它的作品 有沒有這樣子 來 我們剛才所說的要變亮的地方 這裡最暗 最亮 這裡暗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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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好 是不是最亮 不是最亮 但是你可以看這個花跟這個照片 它兩個感覺會不太一樣 一個是在暗面裡面 是沒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可是它把它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整個的空間也做出來 有最暗的地方 有色彩 有明度 然後有逐漸向後退的空間 還最重要一點 它把灰的觀念已經帶進來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紫灰 這裡的紫灰色 然後這裡的邊緣線 然後這裡的暗面是同一個色彩 然後帶了 yellow color 這個跟我們講小芬的那種大頭狗的暗面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代表了這個葉子的影子 這個代表了這個陰影的這個形狀 那這個為什麼是圓的 因為它是圓的 所以它的暗面交界線交界面都是圓的 那麼雖然簡單的一筆 可是它富含有各個 這個我們所謂的基本的六個觀念 它都放進去了 好 這個是我第一個跟各位分享的 第二個就是這張照片 Julie畫的 Julie選這張照片 你們可以看到 你如果突然轉過身來一看 哇 暗暗的一片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明度的困難 那我們來看看Julie是不是用 edge 跟色彩解決 好 來 我們來看它的作品 好 你看 它的明度就沒那麼暗了 那我們有沒有看到它的edge 有 這裡非常強烈的edge 非常強烈的edge 明暗 暗面被亮面包圍或亮面被暗面包圍 各個不同的分配的部分 edge 的部分 然後慢慢慢慢的遞減 它不是因為 這是一個重複性的edge 所以你們不能把它當作點狀 或是一個條狀 因為它的重複性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遠遠看這個 你只是看作一片東西 就像斑馬一樣 你不會看到斑馬的其中一條線 所以斑馬線的一個效果就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重複性的edge 所以兩個重複性的edge 其實都把它視為快狀 快狀以後呢 它就慢慢的往後延伸調狀 然後慢慢有失狀點狀 然後最後形成了一個霧狀的效果 你們可以看到霧狀的效果就出現了 那這跟照片比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很大的不一樣 對不對 它有篩選了 為了讓這邊的霧狀也就慢慢不見了 所以不是完全一個照片的複製 但是比照片本身好看 這是兩張我先跟各位分享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初學的 你要到進階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捨棄一些我們視覺的複製 開始對觀念的部分的擺自 你可以找這些同學他們畫得不錯的 你可以參考 尤其有PO過程照片跟結果的 你可以比較 那為什麼它改變呢 那我想同學之間都可以討論 你們可以彼此討論 那就不用覺得跟老師問好像 好像不太好意思 其實是不用啦 不過這三點就是我要跟各位 這兩個作品我特別提出來的 其他就是在教學的部分 這是比較進階的 這個是我們Softset分享的一個影片 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之前好像有看過 但是我們之前在 我曾經說過我跟尹老師 花了很多時間 在墾丁的民宿裡面 我們都足不出戶都在分析的這些影片 就像我現在分析的影片 一模一樣 我們更細 只是我在想這是屬於滿進階的 因為只有你在真正自己動筆去調了色彩 你才知道四極色的偏冷偏暖偏灰 它各個不同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說 I am not painting the form I am painting the form of life 就是說我們通常我們都是 這個吳釗明這個畫家他們跟我們講的 他分享說我畫畫 我並不是看來光去畫光線 而是去畫光線的這個形態 或者說他不是去畫個形 他只是畫光線的形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假設你這個光 光你在我的手上面只有這一塊 可是如果你要去畫光的形 他有暈開 有光暈 有反射光 有各種不同 各式各樣的光線 會出現在他的環境 所以他是畫一個relationship 就是說他對跟光 跟產生在這物件裡面 跟環境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的作畫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他就是用這個 所以他說他的一筆下去是 就是包含了形 光線 還有空氣 你要讓他轉動的空氣 還有包括他的動態 他的gesture gesture就是動態的意思 這個gesture的部分 有一門學問 像David Leveille的太太 Sherry McGill 她是一個藝術家的博士 她大概也六十幾歲 她最擅長研究的就是gesture 這幾筆 就是用簡單的幾筆的素描動態 就能夠掌握一些人的設計或衣服 所以他的有些很多設計的原稿 都用在很多建築啊 很多衣服上面都是他設計的 所以gesture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深的一個學問 好 來我們這個第二章我要分享個比較進階的 聽不懂沒關係啦 不然有一天就像那個以和一樣 但是有一天他就會懂了 那這edge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解讀他 我們來看那個edge 如果你們有看到圖片 待會我看看有沒有圖片 好來這個是圖片 這是圖片 他的皺摺 他對這三個皺摺 他可以解釋這麼多 也就是說這個三個皺摺 對他的作品的觀念的影響 是非常巨大 那這個巨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樣的三條直線都沒有連接 而且呢他是直的 我們剛剛看到是有點彎曲 因為那個叫皺摺 你看他的不同地方在哪裡 他說我們把曲線拉直 曲線拉直然後中間有中段 直線的原因是表達那一部分的動態 動態的就是我們叫做gesture 就是我們在講的 Cherry McGraw他們非常專長的這部分 怎麼樣用一點點的線段 來代表這個手是在移動 他有一個動態的感覺 我們如果這樣叫做晃動 那這個什麼 這不叫晃動 這叫移動或者是滑動 所以這個動態是來自於gesture 那gesture是來自於我們快條線條跟線之間 他的一個組合 來我們來看怎麼樣組合 那影片應該還在 如果你們想回去看也可以 他們他是怎麼創造這個三個線 這個快條 調以後呢他從背景去用大刷子刷出來 甚至呢有什麼斑馬線的這種原理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讓這個垂直的線條跳出來 我要有一些橫的線段 然後呢有一些曲線的線段 然後都不是很清楚 最後呢是用最清楚的這一種 斷序的線段來組合成這個 所以看起來很簡單的三個線段 是從背景同一明度慢慢慢慢越來越冷 然後產生了這個線條 然後到這裡到了極致 那為什麼這裡面到了極致 因為他是轉動之間 那個瞬間你看到的光線 就像那魚在擺動的時候 他就有個地方你會看到反光 那魚擺動不就是動嗎 他就是動態 他也告訴你這在動 所以他畫的人 是含有光線、空氣、動態 所以這個是 他說他有一筆裡面有擺了四個方向 所以他才會不斷不斷的去模擬 去找出那個動態的位置在哪裡 好這個是一個大師的一個精華 我們在講大師不是去捧吹捧他 我不是真實看到他的 把他觀念放進來 他放了誰的觀念放了哪些 他放了Sherry McGraw的觀念 那種誰的觀念誰的觀念 他通通放進去 然後他用一筆把它表達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沒辦法 不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練習很久 所以我們才做得到的東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點 也就是說 直線的原因 就像直線的 就是用在於條狀亮面 很適合什麼 你頭髮的甩動 待會我們來看頭髮的甩動也是可以 手肘的滑動 手肘的滑動也是可以 我們可以來 來找 我們這裡 我好像也做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種頭髮 他這個 這幾筆 如果是我們以普通人來畫 大概 你不會想像到 他這裡沒拍到 你不會想像到 這個頭髮裡面 有哪一些線條 你是要把它拉直 然後呢 中段 你可以看到 他是拉直有中段 然後呢 有些 穿過暗面 有些沒有 那這個東西就是產生 Gesture 所謂動態的地方 那這個 他的這個方式呢 可以產生 我以前所不了解的東西 所以我們 我最近在畫的人像 我也盡量往內方面去 揣摩他所說的這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 這是在他開場白裡面講的 背後這個是他的照片 你看 像我們是選照片要選沒有主題 所以像是我就知道沒有主題 因為你也看不到臉 看不到頭 你就看到一團黑黑的陰影這樣 所以 他 他把 最重要的他的 他的思維 他把他講出來 叫做Mitton Mitton就是中間調子 這個在英文裡面直翻的話 其實我們 我們的 我的方法是這樣 微光 以他微光就是光線的強光到 轉到沒有光之間的那一塊 叫我們Mitton 那Mitton就是 色彩我要買進去的地方 他也一樣 他也是 這個color在那裡 我不是抄他的 這是我們自己發 慢慢慢慢發展出來的 但是 中西方的解釋是不太一樣而已 好 第二個就是light 就是亮面 light 但是那個亮面我們不是說嗎 你亮面是因為反光 像這個手肘這個地方 因為反光你就看不到色彩 這是必然的 那他講的英文就是叫Wash out 因為我把你的色彩洗掉了 光洗掉你的色彩 所以你看不到色彩 叫Wash out Local color is wash out 所以就是他講的 Wash out 再來第三個叫Shadow Shadow就是我們解釋的陰影 那我們是不是在暗面 那我們我常常在講說 暗面有一些色彩的溢出 色彩溢出 在人像裡面就有 各位看到這個人像 這是幾百年前畫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暗面 這是暗面 這裡是亮面 這暗面的色彩溢出到這裡來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色彩溢出 他的說法是 因為environmental就是環境色 環境打在他的暗面上 那我們的說法是 我們的暗面的顏色影響到環境 whatever就是彼此互相影響 就是說它是一個relationship 它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不管是從你的臉的顏色 打到你的背景 叫移除 或者從背景裡面的反射到你的臉上 actually 基本上是 它是一個關係 你用簡單的一句話 它就是關係 所以是反映出 畫畫不是畫一個object 不是畫一個subject 他是畫一個relationship from the subject to the environment 這兩個東西的關係 你把它畫出來 那麼就是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講很多英文 但是我們之前上課也都是英文的關係 如果你要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 像他們三五十年的經驗 像吳兆銘這個 他現在是大學的一個非常資深的一個教授 那你要學到 你不用再去註冊飛兩萬公英 都不用花很多錢 你最重要就是把英文聽懂 那如果你要學一樣東西 大概沒有任何人來強迫你學 除非你很有很大的熱忱 你願意做這件事 然後你願意犧牲你的時間 去把這個工具學好 大概沒有其他方法 沒有辦法有人逐步去幫你翻譯 好 這個部分就是色彩的溢出 我在下面放大的部分 你會看到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它的跟環境的顏色 它是互通的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當你地球在旋轉的 天跟海 海空 海天一色的時候 它就會有所謂 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 那就代表這個東西在旋轉 所以這一筆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頭 在旋轉 抱歉我喝點水 好 再來 所以 比較深 我覺得它比較深刻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比較欠缺 對於我們知道一級色是紅藍黃 二級色是紅藍黃任兩色混在一起 三級色是紅藍黃三級都混在一起 但是有偏什麼偏藍偏紅偏黃 那四級色是什麼 四級色就是說 你混完了以後 有一色來主導它的變化 比如說冷色系 或暖色系 那其實他這個 吳澤民這個大師 他裡面 他就很擅長用這個 四級色來主導 那我證明給各位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四級色的主導 你各位可以看 那我們 哪有什麼四級色 不就灰灰的灰的 可是請問你可以敘述它是什麼色調出來嗎 難喔 因為 三個顏色以後它有偏 這邊偏冷一點 這邊偏 這邊偏 這邊偏藍一點 這邊偏紅一點 這邊 是不是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然後呢 各個顏色的偏 這邊都在於明度的漸漸的改變 好 這個是蠻難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演示出來 你會看到明度5 是我們常常用的 比如說我們明度5的調色盤 明度5的黑板 那慢慢的我們就發現 Romeu-Dilato它是用4.8到5.2的 它這個明度這個晶圓到0.幾 我們都一一為單位 它是0.幾為單位 所以它很精確 那如果更精確就是說 連色溫通通加進去 它不只有明度在0.2 它連色彩的變化 微微的偏綠 偏紅偏藍偏黃 它都可以用 所以它的擅長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從微微的東西的變化 產生凹陷跟凸起 這個是我覺得 它導入我們所謂的focal point 就是我們聚焦的焦點 focal point就是焦點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在看一幅畫 我們有個視覺的流動 它不是一看整幅畫 是全然了解 它是從某個角落你看進去 而且它導入你這個焦點 focal point 是從任何一個角落 你看一看都會導入到那個點 這叫focal point focal point裡面 在David-Level裡面 David 它是畫 到以明度為主的這種進物 比如說它擺的S型 或到C型 它是照著我們視覺流動的原理 去擺這個物件 但是吳照明它不是 它是利用色彩溫度的微差 跟明度的0.2之間的這種差異 從4.8到5.2這樣 這樣的微細的差異去導入 它的focal point的流動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David-Level的video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叫做 ice flow 就是你的視覺的流動 那在它這邊 它是更精確 它不是叫 不是單純的視覺流動 它是每一個焦點 它的點 focal point 去焦的地方 它甚至還可以跳躍 它不一定是C型或是S型 所以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學到一點說 你可以用跳著雕刻的方式 來形成這種focal point 跳著雕刻它就會形成空氣 形成edge 形成不同的組合 因為你在四極色的色溫裡面 很容易表達edge 很容易表達色彩 很容易表達明度 我正式給各位看 如果沒有四極色的明度 四極色的背景 你這個明度是表達不出來 因為這麼一點點怎麼可能先凹陷 然後你再看它的edge 它是雕刻出來的 它是一筆從下面畫出來的 所以它的edge就會很強烈 ok 我盡量30分鐘內解決 可能後面還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太精彩了 如果 如果沒有這個sowset來分享之後 我可能也忘了說 這些東西對進階版很有幫助 因為你會畫到最後就說 那我再下去要怎麼畫 我再下去是畫更像呢 還是畫個怎樣 那不知道 所以你就曉得說 在某一個領域 我也不曉得它世界排名幾米 不過whatever它應該是很前面 他們的想法已經是到能夠匯種各個 這個藝術界的巨人的這種理論 把它綜合在一起的 好 好 海天一色就是我剛剛講的 background color close to the light side 它的背景的顏色跟它的亮面非常接近 那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要形成focal point 是因為海天一色以後 有一點特別亮它就跳出來 那其實海跟天中間的那條船 比如說有一個船尾 它是不屬於天也不屬於海 它是屬於單獨的一個東西 它就跳到那個地方 好 好 講完這個我們來回到 我們正常的點評 這是好好的 好好的 我們來看好好它有一系列作品 待會我們在後面再看好了 這個是後面的 我所講的 我在根據吳兆明大師他的教學裡面 我開始去分析一些 我們想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四極色 我就想辦法在這個臉上去找出 四極色的位置 想辦法去做出Color的Focal Point Edge的Focal Point 跟明度的Focal Point 讓它能夠視覺流動 你曉得我們在擺進物的時候 我們可以擺一個倒吸型 從這個東西 進物這樣一直擺擺擺 然後視覺 臉怎麼擺 臉不能擺 臉沒有辦法擺倒吸型 所以它是一個Focal Point的流動 這個聚焦 跑到這裡跑到內 那這個就是Focal Point 可是可惜YouTube裡面沒有備份 我們在Facebook看 不過這個也都給進階班的去了解說 在更上一層的作品 如果我們想去臨摹它 已經跳脫臨摹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它腦袋想的是什麼 它大概可以從這幾個要點去想 要不然你去看那個一小時的 無照明影片可能會看到睡著 因為你不知道從哪邊去看它 它為什麼要下一筆 或者你也猜不出來下一筆 要花什麼 好 我們這個就是回到我們的群組裡面的相簿 所以如果給各位一個意見就是說 你不管新來或舊人 你就盡量放在相簿 我比較能夠知道你這個 你的思路的這六張作品的 你六張應該不會一天畫完 應該要很多天 你這段時間你的改變 好的跟壞的我都會把它講出來 我們來看這個念的相簿應該是喵喵的 好 念在以前我們講過它房子的陰影 阿面裡面非常豐富 我們來看它這個優點有沒有留下來 有 在這裡這裡這張沒有 這張有 這張有 這張的留下來的暗面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暗面裡面非常豐富的變化 好 暗面就是暗面 暗面裡面還有色彩 就是暗隱藏的微光下的色彩 好 你可以看強光下面的微光 好 這張沒有 這張一點點 但是它裡面就帶這個的暗面就只有單一個色彩 它沒有很豐富 豐富的意思 我待會兒就給各位看 這個有 這一點點 那 我們 講具象的東西 就會影響到你的筆觸 你的筆觸一被影響 你就 後面的人來閱讀你的東西的時候 就比較難去了解到你的雙向 你到底要表達什麼 這乙和的魚 我們從以前的背景講 以後它就開始畫了 這是它的風景 乙和應該是這樣 那乙和裡面的暗面呢 它以前因為這個魚就是都在亮面 所以它找不到它的暗面的同一空間 所以我們剛才講魚的尾巴會垂直起來 的意思是一樣 到了這個路呢 它已經改變了 你看前 這個是透視的關係 所以路是你的前大後小 所以沒問題 你可以看清楚很深遠的空間 還有一點 它的進步在這裡 它的暗面都在同一空間 當然這位吉比兒都跑到這裡來 如果 但是如果你光看 我如果把畫面降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見 這樣就很好看 因為它的空間 坐在同一個地方 再來第二個它的Edge Edge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麼大的一個風景 最主要就是你的交界要很清楚 你的力量才會大 否則你的風景畫 畫過了 別人再看了幾幅以後 就要早就忘記這幅畫是你畫 沒有你自己的特色了 沒有辦法讓人家知道這是你 就是從幾百幅裡面去挑一條 這個就是它的筆觸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交界不夠大 你交界比如說白色的物狀區 你就是要做白色物狀區 這邊是色彩區 這一塊是色彩區 就不要放白色 這一塊是白物狀區 就盡量把白物狀做在這一塊 然後這裡就像 我炎老師在畫那個花一樣 你回去看那個炎老師的花 後面只是點點點而已 然後非常強烈的厚土白色 還有在之前 Julie畫那個瀑布的時候 跳出來的懸崖也是一樣 你就是在那個某些地方 垂直向受光的地方 讓它垂直出來 這還是有垂直的地方 那不是沒有 因為炒來它有立體的關係 它還是會有 所以色彩跟物狀 對 必須要分清楚 這個應該會無限的空間 不過要多練習 你只有多練習 沒有其他的路 去不管別人畫如何如何如何 那是它的 能不能把它轉換到你的大腦 它有很好很好很好的東西 能不能把它閱讀以後 用你的詞 用你的基準 用你的標準 去衡量以後放到你的系統裡面 我不曉得每個人的系統 是不是六大觀念 那如果是六大觀念 你就可以將就著用著 用這一個 要不然的話 你會每一次 都只有在存欣賞的角度 你就很難去學到別人 比如說吳兆明他 他的四級色的這部分 我相信如果 現在講四級色 可能還蠻遙遠的 不過你講 同學之間的 漂亮的作品 應該都可以學得到 就只要你要有一把尺 你自己的尺 好 這個第三個是 Sindy的 好 來我們來看Sindy的一系列 這是他一系列的作品 之前的色彩很豐富 然後呢 在我這一張 開始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他的明度 他的灰跟彩 他把它切開來 灰在背後 而且這個因為巨大的灰色 使得這個一點點的飽和的藍色 就是立刻挑出來 他形成了一個 focal point 也形成了一個聚焦的地方 你可以看他的霧狀 他把它做到接近前面跟後面 他這個中間的上方這個地方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他的霧狀區是不是很大 然後 focal point 是很小 這樣的話就很容易聚焦 你的視覺上一看就看到船 他不會看到後面的船 他後面也有船啊 後面也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想你不會有人去看到後面的東西 像這個後面的東西不會看到 你就會看到這一個 然後藍色 所以色彩的 focal point 有了 edge 的 focal point 有了 色彩跟 focal point 是因為來自於 背景的這種紫偏灰 綠藍偏灰 紅偏灰 各式各樣的灰 明度非常接近在0.2之間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 也接近吳昭明 也接近Romeo Dillato的一個 調色盤的一個觀念 那這個是很棒的進步 這個是臨摹的 好 這個是 這個有點回到以前 那個色彩的部分 可以看到很多色彩 灰跟彩你一定要夠大的交界 才會有像這樣的力量 那這一張就已經達到 我們剛才講的灰跟彩的力量 我們剛才已經看過它的設計圖了 就是它已經把暗面 做在這幾個地方 那這就是edge 跟明度它的形成 我們來看灰跟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紫偏灰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色彩還是大了一點點 色彩的塊狀一定要像這個 這個船這樣 這個才會能聚焦 我想可以我們大家就比較一下 這個花你大概看不到什麼 這一個你就看到這個玻璃窗 所以Focal Point是你創造的 你要你要去設計出來 這樣的你還是可以黃片灰 甚至紅片灰都可以 好 這個Julie的 Julie這兩張好像很接近 我不曉得是不是一樣 不過基本上你可以看到Julie的改變 他從明度裡面的白霧狀 去開始慢慢的色彩去增加 白霧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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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了白霧狀變少 白霧狀是有 但不是沒有變少 變成色彩跟Edge 這就要代表說 六大觀念裡面的 霧狀色彩區裡面的 Edge 跟色彩這兩樣 特別跳出來 那就是說你了解到你的色彩的使用 否則你就會放不進去 你不曉得色彩的色溫的前進後退 你是沒辦法放的 Irene 的 Irene 這個石頭應該是很shock 我們知道這個冷暖它的設計就是很棒 所以冷暖的交界是不是越大 越給人家的力量越大 一看就知道這個力量特別大 對不對 好再來這個也是 這個好像上次我也說過 非常像燕老他所畫的 紫色的花 這個的霧狀區他沒有把它分隔開 你可以看到白霧狀在這裡 所以會覺得這幅畫好像是放在玻璃後面 而且玻璃沒擦乾淨 變成是這樣 你要讓他有像 待會我們再回去看燕老的一幅 好 就類似那樣 他到了某個區塊以後就是色彩區 他可以繞著這個花瓣的形狀高高低低起伏 然後放色彩 這Irene的人像 我們等以後你多畫幾張我再給你點評好了 好 好好的 好好的都是畫水果的 今天這張開始畫花 你看好好的哪邊改變 好好的以前這種彩度都是百分之百的 紅就紅啊 黃就黃 好像沒有用調色盤一樣就直接放上去 開始到這裡他就不一樣了 到這裡他開始有次極色出來 二極色就出來了 紅 黃 藍才會成綠 然後呢 這裡已經開始有點灰了 好 那這個二極色有什麼好處呢 二極色會襯托出你一極色的 或者三極色呢 灰呢你就能襯托你的色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即便色彩很豐富 你看不到色彩 這個色彩一點點你看得到他的花 就是他進步的地方 還有呢 他去除了白色 完全沒有了 你可以看到每一張都有白色 就是反光點 就是視覺的反光 那但是到這裡呢 他已經把視覺的反光 直接混在這個色彩裡面 在色彩裡面 好這是好好的進步 好這是好好的進步 某某 某某從這裡的色彩 到這一張的色彩 各位看出來是什麼嗎 某某這張林某的 這張也是林某對不對 很容易調出很接近的明度跟色彩 但是調不出他的筆觸 無論你怎麼樣林某 筆觸絕對是林某不出來的 但是這張有筆觸 這張是你的刀處也好 貨筆處也好 這就是你的 這張看起來是貼上去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刀 你的筆放進去 然後讓它跟背景融在一起 好我們剛才講的進階 就是我們畫花 是花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它的轉動啊 它的空氣啊 它等等等等啊 是要畫出那個關係 也畫出那個形狀的話 它就會像剪貼的 Lucy啊 我們來看Lucy這個 畫動物的眼睛 好 好 那這個Lucy這次畫的 這隻狗狗啊 它的背景跟它的顏色非常接近 其實這個 這個的觀念 這一個觀念也就是說 在亮面的跟這個 某部分的背景 明度非常接近 這是吳釗明剛才講的那個方法 可是它的光線不會是整片 它是頭的某個上方或下方 所以你這張就看不到 光線的原因就是什麼 你看 因為它沒有一個特別強的地方 要把光線做出來 有光呢就自然有暗面 你的暗面呢在這一塊呢 就可以用暗面的觀念去做 暗面的觀念呢 怎麼樣讓它用暗面去做出這個狗 這個鼻樑啊它凸出來 鼻子這樣啊 然後嘴巴下往下凹啊 然後這個 這個嘴是凸出來的 因為這下面有塊陰影之類的 這個這樣暗面就會創造出它的空間 好 你可以看你的筆 筆的筆觸喔 都是很小的 基本上都很小的筆觸 我建議可以買個12號以上的 不管什麼樣的筆 比如三星筆也好 Flight也好 Flight就平的 或者是真行筆也好 你可以試著用很大的筆 來強迫你自己畫一張很小的東西 它會想法會不太一樣 沒有 沒了 37分 好像超過好多 好 我們下次再聊